中国的最强大脑在哪里 在哪里 你的天赋就是人类的财富 六个核桃最强大脑 最强大脑是由真材实料的六个核桃 为您独家冠名播出 经常用脑做个六个核桃 在这里我们要让智慧飞扬起来 我们要让科学 那么今晚呢 最新的中国名人堂 将在这个舞台上诞生 经过前两场的国内的PK赛 我们还有四个席位 许位一代 接下来我们会有四队选手 对这些席位一一地展开追逐 我们待会儿拭目一代 好 接下来呢 我们重量级的嘉宾 我们几季的最强大脑的科学评审 麻省理工的 Robot Desmo教授 还有 一位大家叫他梦也 我们叫他飞飞 梦飞 欢迎 Robot Desmo教授 在美国有机会看这个节目吗 我看了这个电视节目 在欧洲 我的年轻人在学习中文 然后他告诉我 什么被说的 今年有哪些选手 让你印象深刻 我非常抱歉 我非常抱歉 它是CiaoDue 的Baidu Robot 它完全震惊我 我没有想到 它会做得太好 它是非常震惊 好 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 感谢Robot Desmo教授 在这一季的最强大脑舞台上 我们采用了许多的新科技 但是是因为第一次采用 所以不免会出现这样 和那样的问题 第七期暴云跟鱼战对垒的 猖截造字呢 我们当时就因为技术上 出了一些问题 没有顺利的录制 我们通过了一段时间的技术升级和处理 这两位即将在这个舞台上 展现出新的猖截造字的对垒 迷宫行者暴云 与迷宫独行者鱼战 在国内鱼场PK赛中 相强相遇 挑战有二项目 苍截造字 在历史五十多分钟的抵拼后 怎么了 鲍云 怎么了 黑屏了 鲍云的N2眼镜 突然无法看来汉字零件 客观公正 则日在战 则日在战 应该是 尽刻为评选现场 则日在战 最初决定 则日在战 则日在战是最好的事情 则日在战 我尊重评审们的决议 接下来的时间 我会全力备战 我同意评审们的决定 在战的话 我一战必胜 成功的标配 今年2017 我们有请迷宫行者暴云 和迷宫独行者 宇战 现在从翻舞台 两位有什么想法 我们想问一下宇战 我发现 只有空间想象能力 是不够的 所以回家多看了几页字典 我希望我看这个字典 能对我识字拼字 能有所帮助 告诉我们一下 你看的是哪一本字 新华字典 新华字典 这好像小学的时候 就已经完成了工作 好 他看了字典 有备而来 所以报应 借这个重赛的机会 其实光看字典 肯定是不够的 汉字的博大精深 是永远领悟不完的 但我觉得 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准备 我相信我们接下来的表现 会更精彩 所以想问两位 就是上次这么一折腾 你们今天的状态 又不一样了 是不是受影响了 我觉得不会 毕竟当时呢 对那个项目的认知 还是不太足够 因为认识的难度 是比想象的要大很多 所以经过这么一个 准备期的重赛呢 我相信 这个对项目的认知呢 能够得到一个 非常大的提升 第三 我的内心是没有什么波动 因为包云 他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对手嘛 所以我能站在这里 和他PK本身就很高兴 然后另外如果这个项目 他赢了我赢了 其实对国外的选手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我也想补充一句的是呢 我觉得对长大脑来目组 非常了不起的 就算是我们在21世纪 有这么先进的科技 他们还是没有忘记中国文化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 常常看到不同的 这个我们的 比如说皮影戏咯 然后这个线偶咯 或者像现在的汉字啊 纸伞啊 利用现在最新的科技 做这样的一个结合 让更多年轻的孩子 还是别忘了 其实中国有很多的文化之本 是需要学习的 好 老子说这个话 我倒觉得特别 我们现在年轻人 刚才那个宝宝 这个余战说 他在看新华字典 这个我内心还稍微 多多少少有一点温暖的感觉 现在还有多少年轻人 去翻字典呢 因为我们的手机功能足够强大 一切一切都可以通过 派子来全部 手机来解决了 很多人不会写了 所以像这样的 在我们这么有影响的节目当中 对我们的文字 对我们的语言 有这样的一种呈现 我觉得是这个节目当中 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对